严亚伦在11月8日正式遭到起诉 由于北剑警对于偷拍未成年 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新剥削防治条例 对严亚伦提起公诉 而强制性交罪嫌则亦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起诉 让严亚伦发表其他声明 澄清自己的清白 并质疑和耀乐之间 五年来一直都有联系 突然提告究竟是为了名还是利 随后耀乐也发出声明稿 强调这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感情纠纷 而是一个毁灭16岁少年人生的沉重打击 也痛疲严亚伦对大众混淆视听 拒绝正视自己犯下的过错 以再以不时而说辞狡辩 针对证据不足无法起诉的罪行 由于当年年纪太小 耀乐表示不懂得保护自己 会与律师进行讨论 做出进一步的审议 希望能够让大众知道真相 耀乐这番声明 也让支持他的粉丝们 替他感到十分委屈